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杜哥去旅行 我现在云南省昭通市宜梁县 在这里拉石子,从这里拉到云南省银江县 现在刚装好车,正在过地棒 一会大家跟着我的镜头走就可以了 我现在开始走了,继续到云南省银江县 这就是云南省304省道,双向两车道 我算了一下,从云南省宜梁县到云南省银江县 有1100公里,我们车上一共拉了33吨石子 油费加高速费也得6000块钱 这趟运费是1万块钱 这样算下来,这趟运费还剩4000块钱 要是再减去司机工资和保险 路上的生活费,这趟运费差不多能剩3000块钱 这外面就是云南省昭通市宜梁县 宜梁县的著名景点 有洛泽河大峡谷景区,牛街古镇景区,小草坝风景区等 前方经过硅铁厂隧道,全长630米 出来隧道,前方连续转弯,连续上坡 这就是云南省的山路 现在外面天也快黑了 今天也太累了 今天的视频就不拍了 明天早上再继续 现在是早上7点钟 这里是云南省区静市代步服务区 昨天晚上开到凌晨12点 就在这个服务区睡了觉 我一会带大家从这里继续出发 继续到云南省荧江县 我现在开始走了 刚出来服务区,前方就有隧道 这就是G85银昆高速 就是宁夏银川 到云南省昆明市的一条高速 前方经过朱家村隧道 全长1811米 刚出来隧道,前方又有隧道 这就是连续隧道 前方经过中梁子隧道 全长4509米 刚出来隧道,就面对太阳 视频也拍不清了 前方经过湖家地隧道 全长729米 前方经过打赢隧道 全长2073米 这就是G85银昆高速 这里属于云南省区静市惠泽县 前方经过七处屏隧道 全长2750米 出来隧道 这右面山坡上就是云南省惠泽县的农村 这边的房子都建在山坡上 前方经过打赢庆隧道 全长300米 前方经过保湿岩隧道 全长805米 前方经过大宝山隧道 这高速上还占了一个人 是不是在等车的 这样也太不安全了 这就是G85银昆高速 左边开始堵车了 看一看 不知道前方要堵多远 大车小车全都堵住了 前方看不见边 不知道要堵多远的 前方离昆明还有67公里 这外面就是云南省昆明市 长水国际机场 现在一架白色的飞机正在降落 主要是有点远 看不清 前方扎道要换高速了 换到昆明绕城高速上 可以到达长水国际机场 现在换到昆明绕城高速上了 也是杭瑞高速 就是浙江杭州 到云南省瑞丽市的一条高速 前方立交桥上过了一辆油轨电车 这就是昆明市的油轨电车 这就是G56 杭瑞高速 也是昆明市绕城高速 双向六车道 前方直走就是云南省昆明市 有没有来过的 可以下方评论 昆明市是云南省地级市 位于中国西南地区 云桂高原中部 昆明市中心海拔有1900米 昆明市总面积有21,012平方千米 下辖7个区 7个县 常住人口有860万人 昆明市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 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拥有2200多年的建成历史 早在三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昆明市 滇池周围生息繁衍 昆明市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有石林风景区 滇池风景区 圆通禅寺景区 昆明金殿名胜区 轿质雪山风景区等 数万年前 昆明人的祖先 就已经在这一带过着如毛隐瘦 学居野处的原始生活 那时候昆明人的祖先 不会用火 就连毛带瘦的生吃禽兽 住的是山洞 前方要过收费站了 这就是昆明市绕城高速 昆明市的高速按断收费 从这里出去收完费 前方不远还有收费站 然后再重新计算 这前方是云南省昆明市 周家村收费站 有没有路过这里的 可以下方评论 过来收费站 就是隧道 滇池路隧道 全长678米 前方经过新河特大桥 全长1420米 前方经过B机关隧道 全长1405米 前方就是昆明西收费站 现在走的这一段路是免费的 从昆明西收费站 又开始重新收费了 这么多大货车都在排队过收费站 刚过来收费站 这就是杭瑞高速 就是浙江杭州 到云南省德宏州 瑞丽市的一条高速 这外面就是云南省昆明市的高山 风景真是太美了 云南省昆明市 这边的农村 每家每户都是两到三层的楼房 感觉在这里住空气太好了 非常适合养老 要是能在这里找个老婆嫁到这里 我肯定不走了 我就喜欢这里的风景 前方经过大洪田隧道 全长2785米 这外面的风景真是太美了 绿水青山 现在是中午12点 我们的车已经到了云南省 楚雄遗嘱自治州 鹿丰市恐龙山服务区 我给大家转一下 准备进去吃个重饭 看里面有没有自助餐 这就是我坐的大货车 这就是恐龙山服务区入口 准备进去吃个重饭 进来服务区 这里面有一头恐龙 给大家看一看 自助餐38元一味 这是红烧肉 这是排骨汤 这是油炸鱼 这是蛋炒饭 这是炒的白菜和青菜 我现在刚盛了一盘菜 这就是自助餐 只要不浪费 吃多少都可以 第一盘饭已经吃完了 我准备再去盛一盘 我又盛了一盘菜 这已经是第二盘了 38块钱一味 大家说贵不贵 第二盘菜已经吃完了 我现在准备要回去了 前方直走就是服务区出口 我现在准备要出去了 我这左边是卖恐龙的 这就是服务区里面卖的恐龙 这就是服务区的出口 我现在准备要出去了 主要是这个服务区没什么好菜 所以这次吃的不多 刚在恐龙山服务区 吃了一个自助餐 现在继续出发 继续到云南省荧江县 这就是杭瑞高速 这高速两边 就是云南省鹿丰市的农村 前方经过细细坡隧道 全长590米 这外面就是云南省鹿丰市的小山村 风景真是太美了 前方连续转弯 连续上坡 这就是G56 杭瑞高速 前方经过踩云隧道 全长590米 这里属于云南省楚雄遗族自治州 陆丰市 这前方连着五座立交桥 这就是杭瑞高速 这前方属于云南省楚雄遗族自治州 楚雄市已经过来陆丰市了 前方离云南省大理市 还有138公里 瑞丽市554公里 这前方就属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祥云县 已经过来楚雄市了 这高速外面就是云南省祥云县的农村 全都是两到三层的楼房 前方离云南省瑞丽市 还有466公里 大理市50公里 这外面就是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 祥云县的农村全都是山城的楼房 感觉在这里住冬暖夏凉 鸟语花香 非常适合养老 前方500米出高速 就是祥云收费站 就到祥云县了 出去高速就是554国道 这高速外面就是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 祥云县的农村 全都是山城的楼房 说心里话 要是能在这里找个老婆嫁到这里 我肯定不走了 我就喜欢这里的风景 这就是G56杭瑞高速 大理方向 前方离瑞丽市 还有384公里 这外面就是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高山 风景真是太美了 这外面属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 永平县 已经过来祥云县了 这外面就是云南省永平县的高山 风景真是太美了 无边无险的高山 看不见边 前方经过十地平二号隧道 这条隧道连长度都没写 这外面就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永平县的高山 风景真是太美了 这高速下面就是云南省永平县的小山村 这就是G56杭瑞高速 就是浙江杭州到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的一条高速 双向斯特达 前方经过万宝山隧道 我发现云南省的隧道都不下长度了 这条隧道也没下长度 刚出来隧道就面对太阳 现在太阳快落山了 天也快黑了 这就是杭瑞高速 这两边就是云南省永平县的农村 全都是三到四层的楼房 我发现这边农村房子都建在高速边上 这四面八方全都是高山 感觉在这里住空气太好了 风景太美了 说心里话 要是能在这里找个老婆嫁到这里 我肯定不走了 我就喜欢住在山沟里面 我不喜欢平原 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朋友 可以下方评论 现在进入大山里面来了 这就是云南省永平县的高山 我发现我每次进入大山里面 我的耳朵就听不见东西了 像堵住了一样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没有知道的 可以评论 前方离瑞丽市还有323公里 现在太阳已经落山了 今天晚上到不了德宏州迎江县了 要到明天到了 前方又要过隧道了 这就是云南省永平县的隧道 前方经过大河隧道 这条隧道也没写长住 出来隧道就是高架桥 现在天已经黑了 视频也拍不清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明天早上再继续 现在是早上8点钟 这里是云南省腾冲市556国道 昨天晚上开到凌晨12点 下了高速就在国道边上睡了觉 今天早上带大家继续出发 继续到云南省德宏州迎江县 前方一座小天桥 上面写着荷花湾 过去这座小天桥 右边就是云南省腾冲市 荷花湾旅游景区 腾冲市是个县级市 属于云南省宝山市馆 这就是云南省556国道 前方经过云南省腾冲市 荷花温泉旅游度假区 门票是158块钱 开放时间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 这前方就属于云南省德宏州 梁河县已经过来腾冲市了 我发现进入德宏州 前方开始起雾了 前方经过云南省梁河县 边境检查站 这就是556国道 进入云南省德宏州 大车小车全都检查 正在排队检查 看看 主要是检查有没有操纵的 有没有拉危险品和毒品的 现在过来一个警察 要检查前方这辆货车 主要是看一下 里面拉的什么东西 有没有危险品 或者是毒品 过来检查站 前方离瑞丽市 还有154公里 这前方就是云南省德宏州 梁河县的农村 这个村叫平山角村 这个村里养的鹅都会飞了 看一看 都快飞到天上去了 一共有九只鹅 这样在国道上也太不安全了吧 前方发生车祸了 看一看 一辆小货车 四脚朝天翻过来了 也不知道司机是怎么开的 怎么会翻过来 这前方属于云南省德宏州 银江县 已经过来梁河县了 这就是云南省556国道 双向两侧道 这里属于云南省德宏州 银江县 前方经过云南省银江县 平原镇就是一个乡镇 平原镇隶属于云南省德宏州 银江县 总面积有390平方千米 平原镇下辖六个社区 十二个行政村 户籍人口有六万四千二百人 平原镇的著名景点 有大银江风景区 云雁佛塔景区等 过来平原镇 现在换到318省道上了 前方只走不远就是云南省 云江县太平镇 前方经过云南省云江县太平镇 感觉比刚才路过的平原镇要繁华一点 太平镇隶属于云南省德宏州 云江县 位于云江县西南部 东于弄张镇相邻 南于缅甸联邦共和国接壤 北于平原镇相连 太平镇下辖十一个行政村 总面积有426平方千米 户籍人口有三万一千三百二十人 地名由来 太平镇百姓将此地比作荷叶 江水上涨 荷叶仍浮在水面 太平无事 故而得名 太平镇的特产 有优质水稻 菠萝 栗脂 坚果等 过来太平镇 前方开始连续转弯 连续上坡 这就是云南省的三路十八弯 这就是云南省 三一八省道 双向两车道 前方连续转弯 一点直路都没有 转的圈走 这就是云南省的攀山路 这种路最快只能放到二十 跑不起来 大货车跑这条路太不容易了 我希望看我视频的朋友 能为我长按点赞 加个关注 我在这里谢谢了 这么大的急转弯 对面来车都看不到 一点也不安全 我爱上了你 山谷的小红花 总在我心间萦绕 我盼望 盼望早一点见到你 让白云烧取我的问候 带走我的思念 这又一个大急转弯 看一看 这就是反向急转弯 一会儿向左转 一会儿向右转 前方连续转弯 这就是云南省的山路 前方连续转弯 前方感觉快到山顶了 越往上越高 感觉这一段路 像是云南省的无人区 走了这么远了 连个村庄 连个香队都没有 这前方又一个大急转弯 这就是云南省的纯山路十八弯 感觉云南省的山路 比贵州省的山路 急转弯还要多 连续转弯 这就是反向急转弯 这种路大货车跑不起来 最快只能放到二十 要浪费一天时间 没有一点直路 全都是急转弯 这就是云南省的山路十八弯 反向急转弯 一点直路都没有 一会向左转 一会向右转 要是晚上跑这条路 感觉有点害怕 主要是半天不见一个乡镇和村庄 这么大的急转弯 对面来车一点也看不见 感觉一点也不安全 主要是这么大的急转弯 连个镜子都没有 我在别的地方急转弯 都有一个镜子 这前方又一个大急转弯 也没有镜子 我在贵州国道上 急转弯 都有一个大镜子 前方连续转弯 连续上坡 这就是云南省的山路 我发现每个路口都没有镜子 这么大的急转弯 没有镜子 一点不安全 像前方这个路口 也没有镜子 前方连续上坡 电动车都上不去了 看一看 这一路走过来 全都是上坡 全都是急转弯 这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了 主要是几十公里 不见一个村庄和乡镇 所以手机都没信号了 顶崖 你目标 第二队 对 小掌 公里 安 公里 也没有刻意 你目标 彼大 这一路走过来没有一点直路 全都是急转弯 这前方看见电线杆了 肯定得有人住了 这前方只住了一户人家 我在想这么偏僻的地方只住了一户人家 这样出个煤买东西也不方便 这前方总算看见一个村庄了 这里属于云南省德宏州 云江县西马镇 这就是西马镇的农村 我发现这个村里面全都是这种小瓦房 没想到跑了几十公里了 这山上面也有村庄 这前方还有学校呢 这就是西马镇的一所学校 前方经过云南省 过来西马镇前方也变成水泥路了 这就是云南省的山路 前方不远就快到卸货的地方了 我发现这里离缅甲也不远了 我发现这里离缅甸也不远了 前方不远就快到边界了 现在我们的车已经到了云南省 德宏州云江县西马镇一家工地上 把一车十字已经拉过来了 正在卸货 好吧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有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为我长按点赞 加个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